SK 阿安晋琦串聯 四五棒效果最好 陳瀔修跟朱宇賢這兩棒 這時候可不可以發揮威力 朱宇賢今天是兩支安打 他這兩支安打比較指標性的是突破雷艾斯的那一棒 三兩 這兩棒,就以前跟梁家榮這兩棒 其實重點都相當不錯 這兩棒串聯的投資相當好 那如果陳俊修在前面的方位 串聯前效果就會相當不錯 哇,這球是不是被他逮到了呢 他看著球繼續飛,還在飛 到了圈打槍前 啊,飛衝去了 紅布羅 朱育賢在這個時候 敲出了逆轉的三分蛋 吳俊偉 關鍵的時刻他還是用他的訴求來跟 朱育賢啊,拚看看啊 那或許朱育賢他需要的就是你的這個訴求啊 哇,這一棒直接把戰局給逆轉啊 而且這一轟呢 又讓朱育賢的全力打呢 追上了昨天也開轟的蘇智傑 其實他現在的狀況真的相當不錯 嗯 這場比賽他也連三個打席啊 敲出了安打 現在換中信兄弟這邊也決定 這個暫停就直接做投手的更換啊 嗯 把吳俊偉呢,給換下去 雖然他今天的速度是有投出來 可是連續兩棒啊 拚訴求的時候都被掌握到了 場上換投手 這支就是了 一條位 那又是小型的 鋪 這支是最好的 打卡 我們請你 兩下 打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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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卡